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这个每天陪你一块领修的节目 我是孙岛忠 诗篇十八篇四十六节 大卫说 耶和华是活神 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 愿救我的神被人尊崇 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 神说 你们要休息 要知道我是神 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 在遍地上也被尊崇 当神要彰显 祂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 而借着我们行事的时候 愿我们都能跟随祂的引导 用信心尊荣祂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不要走在前面 而是跟随 我们思想 不要走在前面 而是跟随 这个题目 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 约束亚纪第六章 一到十六节 以及二十到二十一节 约束亚纪六章 一到十六节 二十到二十一节 请预备好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首诗歌 听我心声 耶稣若我能用言语 请你的将你描述 你就不是那么奇妙 那么奇妙 耶稣若我能用识的 万别的将你表达 将你表达 你就不是那么美好 那么美好 没有别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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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把人救出 能使能满腹 只有你 耶稣 你是我心 唯一的答案 唯一的答案 主 是吗 我心在你 是的 么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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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约书亚纪第六章 一到十六节 以及二十到二十一节 耶利哥的城门 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 无人出入 耶和华小玉约书亚说 看啊 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 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 你们的一切冰丁要围绕这城 一日围绕一次 六日都要这样行 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脚走在约柜前 到第七日 你们要绕城七次 祭司也要吹脚 他们吹的脚声拖长 你们听见脚声 众百姓要大声呼喊 城墙就必塌陷 个人都要往前直上 嫩的儿子约书亚 召了祭司来 吩咐他们说 你们抬起约柜来 要有七个祭司 拿七个羊脚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 又对百姓说 你们前去绕城 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 约书亚对百姓说完了话 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脚走在耶和华面前吹脚 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面跟随 带兵器的走在吹脚的祭司前面 后队随着约柜行 祭司一面走一面吹 约书亚吩咐百姓说 你们不可呼喊 不可出声 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 等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 那时才可以呼喊 这样 他使耶和华的约柜绕城 把城绕了一次 众人回到营里 就在营里住宿 六日都是这样行 第七日清早 黎明的时候 他们起来 照样绕城七次 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 到了第七次 祭司吹脚的时候 约书亚吩咐百姓说 呼喊吧 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 于是百姓呼喊 祭司也吹脚 百姓听见脚声 便大声呼喊 城墙就塌陷 百姓便上去进城 个人往前之上 将城夺取 又将城中所有的 不拘男女老少 牛羊和驴 都用刀杀进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 约书亚纪第六章 一到十六节 二十到二十一节 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新约 我们看约翰福音 十章二十七节 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节 经文说道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我也认识他们 他们也跟着我 约翰福音 十章二十七节 我们就以这节经文 作为今天 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 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节 我们再背诵一次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我也认识他们 他们也跟着我 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节 继续 是今天的灵修短文 不要走在前面 而是跟随 不要走在神和他旨意的前面 而是跟随他 这种习惯跟对待神的方式 比起其他任何方式 最会限制神的全能 并局限以色列的圣者 用这种方法束缚神 好像神没有自由 用其他方式行事 这是在崇拜偶像 神的眷顾 已经完满地记录下来 而且神已经为他 增加各种新的版本 但是 我们如孩子般 喜爱金色的封面 蝴蝶结 缎带 以及书本上的插画 很少理解 神眷顾的内容 神没有把他的神性 跟全能扣留起来 或者把他们 局限在某些方法的效能中 好像他会使用那些方法 是因为他们是有效的 但实际上 是因为神使用了他们 所以他们才是有效的 弓羊角的号声 主动战争的引爆点 导致耶利哥城 在神手中轻覆 一根稻草 对全能者来说 可以是一只割毛 他的方式经常 跟我们的判断相反 我们仰赖并期待神 从山顶上下来 但我们被蒙骗了 他经由山谷 较低的道路走过来 我们认为全能者 必定改变君王的心 然而 我们的君王 就是神自己 全能者 不设我们的局限 他可以采用其他方式 上帝的话语 指引人生命的方向 上帝的灵 帮助人活出神儿子的模样 上帝要借着旷野玛纳 来平静你人生的风浪 欢迎继继续收听 孙大中主持 旷野玛纳 今天我们思想 不要走在前面 而是跟随这个题目 约瑟瓦记六章一到二节 经文说 伊利哥的城门 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 无人出入 耶和华小于约束亚说 看哪 我已经把伊利哥和伊利哥的王 并大能力勇士都交在你手中 从人的经验来看 攻打伊利哥城 将是一场艰苦的攻城之战 从神的角度来看 战斗已经结束 因为神已经把一切都交在约束亚手中了 神说 我已经把他们交在你手中了 这一切已经是归以色列人的了 现在他们只是被呼召去拥有它 神的作为是向那些没有保留 完全依赖他的人彰显 他可以瞬间消灭所有的迦南人 但他要借着以色列人的信心 来实现他的应许 他不是把路都开好了 以色列人才勇往直前 而是当他们凭信心勇往直前 自然就会遇见神迹 约束亚记六章三到五节 神吩咐约束亚 你们的一切冰丁要围绕这城 一日围绕一次 六日都要这样行 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脚 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 你们要绕城七次 祭司也要吹脚 他们吹的脚声拖长 你们听见脚声 众百姓要大声呼喊 城墙就被塌陷 个人都要往前直上 神要以色列人做的事 不能从人的经验理性跟逻辑去理解 只能视为这是神的工作 神要他们做什么 他们就做什么 不要问为什么 他们要做的就是好好跟神合作 重要的不是怎么做 而是谁吩咐的 信心所要做的不是质疑 而是顺从 怀疑不是信心的事 顺服和赞美才是 桑莫记上十七章四十七节 大卫说 耶和华使人得胜 不是用刀用枪 因为争担的胜败 全在乎耶和华 神是独行歧视的神 他做事不用满足我们的感官上的要求 不用告诉我们为什么 他赐下他的吩咐 就已经足够 因为他的话是不能违背的 信心是不同形态的理性 合理但我暂时不能明白 因为我的理性太有限了 而信心也是炼净的恩典 因为是出于清洁的心 全然以神为可信的 在明白神会怎么做之前 我因信在神面前 因他欢心靠他喜乐 并且拒绝失望胆怯 还有劳我的冲动 因为神是可信的 而敢在于毫无胜利征兆的时候 单单凭他的话 跟他所辞的信心 照着所吩咐地去行 那些对神有信心 不看眼见的答案 在还没有任何征兆出现前 就信的人有福了 出于不信的心 可能这样祷告 欧神啊 让耶利哥城墙稍微摇晃一下 或者松动一些 让我先看见几块石头掉下来吧 出于信心的祷告就不是这样 而相信神自有他的办法 我只要以感恩的心去接受 神不是让你看见他的荣耀才信 而是说 你若信 就必看见神的荣耀 神的照着运行 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信心在先 神的赐福在后 不是等到 什么事情都清楚明朗了才信 而是坚信神一如他所启示的 勇敢去经历他所应许的 一个有耳朵 没有嘴巴 把自己的感觉跟个人意见 完全排除在外 听清楚就去做的人 是神最喜欢的 尼图声说 信心不是看他自己的感觉如何 而是看他所信的神如何 神告诉约束亚 伊利哥城的城墙 会在百姓顺服他全能的命令之下的 欢呼声中 应声而倒 神要做的事 人不能解释 谨慎理性的人可能会说 等了真正圣地之后再呼喊吧 否则不保险 万一喊了 城墙没有倒 那不就在敌人面前让神的名受羞辱吗 约束亚记六章六到九节经文说 那儿子约束亚召了祭司来吩咐他们说 你们抬起约会来 又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会前 又对百姓说 你们前去绕城 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会前 约束亚对百姓说完了话 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面前吹角 耶和华的约会在他们后面跟随 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 后队随着约会行 祭司一面走一面吹 想象耶和哥城的人心里一定很纳闷 这以色列人在做什么 约束亚记六章十节 约束亚吩咐百姓说 你们不可呼喊 不可出声 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 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 那时才可以呼喊 以色列人必须坚持六天无声的行军 保持静音 心里也不要有杂音 因为神在考验他们的信心 圣经说这样 他使耶和华的约会绕城 马城绕了一次 众人回到营里 就在营里住宿 绕城绕完了就回营休息 隔天一早 约束亚清早起来 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约柜 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脚 在耶和华的约柜前 时常行走吹脚 带兵器的在他们前面走 后队随着耶和华的约柜行 祭司一面走一面吹 第二日 众人把城绕了一次 就回营里去 六日都是这样行 六天就这样过去了 神的办法很简单 一连七天 绕耶利哥城十三圈吹脚 最后一起呼喊 第七日清早 黎明的时候 他们起来 照样绕城七次 唯独这日 把城绕了七次 到了第七次 祭司吹脚的时候 约束亚吩咐百姓说 呼喊吧 因为耶和华 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 约束亚记六章二日节 于是百姓呼喊 祭司也吹脚 百姓听见脚声 便大声呼喊 城墙就塌陷 百姓便上去进城 个人往前直上 将城夺取 以色列人信神 照神的应许行 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靠自己的聪明 神说了 神怎么说 事情就会怎么成就 城墙是被喊倒的 那日以色列人在神全能的命令下 所发出信心的呼喊 希伯来书十一章三日节 作者说 以色列人因着信 围绕耶利哥城七日 城墙就倒塌了 神不用人的智慧聪明 他要以色列人知道 他们攻下耶利哥城 完全不是靠自己 而是出于神 以色列人只能将荣耀归给神 以后神要积淀 带领三百人 受过米甸大军也是一样 韩信典兵是多多益善 但神用兵是越少越好 神要在我们顺服的行动中 见证 祂是真神 是活神 祂能轻而易举 成就世人眼中 又大又难的事 新鲜的一步若不跨出 就不能让世人看见 神在人所不能成就的事上 做了什么 而将神的名 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 苏格兰知名的清教徒牧师 罗德福 提醒基督徒 不要走在神跟他的旨意前面 而跟随他 他说这种走在他前面 替神做决定的习惯跟对待神的方式 最会限制神的全能 为神定规该怎么做 用这种办法束缚神 好像神没有自由 用其他方法行事 只是把自己当成偶像在崇拜 神的眷顾跟一切奇妙的作为 他大能的创造 智慧的护理 已经完满的记载在圣经里 凡有智慧的 必在这些世上留心 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 神没有把他的神性和全能扣留起来 或把他们局限在某些方法的效能上 好像他会用那些方法 是因为他们是有效的 实际上是因为神用了他们 所以他们才是有效的 如果神不用绕耶利哥城吹角的办法 我们再用也是无效 反而会被人嘲笑 神的方法经常跟我们的判断相反 我们期待神从山顶上下来 但他却从山谷的道路走过来 耶稣曾在门徒完全想不到的时间 夜里四更天 用他们完全想不到的方法 从海面上走来 用这样的方式与他们同在 我们认为全能者必定会改变君王的心意 但罗德福说 我们的君王就是神自己 全能者不是我们局限 他可以采用其他方式 我们难处在他眼中根本是唯不足道 他具体众海岛好像极为之物 在危难中 他能用千万种办法救你 让你风风风风的经历他 认识他 神有救助的计划 他知道要怎么做 他心里早有方案 你心里不要忧愁 不要走在神的前面 只要紧紧跟随 我们再来听首诗歌 《伟大奇妙神》 我们有伟大奇妙神 他创造天地和万物 我们有伟大奇妙神 他使下眼看见全美能清走 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哦 全地上帝 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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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伟大奇妙神 他创造天地和万物 他创造天地和万物 我们有伟大奇妙神 他使下眼看见全美能清走 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哦 全地上帝 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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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奇妙神》 我们有伟大奇妙神 他创造天地和万物 我们有伟大奇妙神 他使下眼看见全美能清走 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哦 全地上帝 请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你能用戏剧性的方式 让耶利哥城的城墙塌陷 因为你万事都能做 你的旨意不能拦阻 你也出去耶利哥城的人 所仰仗的城墙 让以色列人可以顺利将城夺取 今天你也照样用你的全能 让仇敌坚固的盈壘塌陷 当我们照你的吩咐 宣讲十字架的信息 你就显出你的大能 拯救你要拯救的人 就让那些诚心信你的人 耶利哥城里有喇合 有欲敌得永生的 你行大事不可测度 行其事不可生疏 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你的道路也非同我们的道路 帮助我们仰赖你的作为 并且不为你的方法设限 当你要我们像绕耶利哥城那样 无声行军保持静音时 帮助我们心里不要任何疑惑的杂音 而是经意抓住你的话 因为认识你 专心跟随你 帮助我们在你的恩典中 一天一天信心 进到更完全的地步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是苏纳中 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 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他使我贪我在青草地上 令我在西水旁 他使我的灵苏心 引导我走一路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虽然心过四隐有骨 我也不怕走行 因为你与我同在同行 你长避安慰我 在我的人的面前 为我摆设演习 虽然心过四隐有骨 我也不怕走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